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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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週我們所需要預定的進度 時間分配大概是這樣 我們從 第一節 再多一點 我們把上個禮拜 所介紹的流程控制 繼續上完 然後接下去 我們就開始討論 正列的概念 以及它的應用 好 我們現在看流程控制的部分 在上個禮拜 我們介紹了 主要的是一些 if的敘述和應用 那麼同時 我們也介紹了 這個回圈的第一種形式 就是這個for的回圈 那麼在這個for的回圈裡面 這個我們提到 如果說我們想要 要求這個計算機 進行反覆的處理的話 那我們必須 採用for的回圈的方式 來描述 怎麼樣讓電腦 這個從事 反覆的 大量的 反覆的工作 好 所以呢 我們提到 例如說 我們想要把這個自然數 從1加到10 簡單的講法的話 就是把定義一個變數 sin讓它等於是 1加2加30加到10 對不對 好可是這樣一個情況 當我們想要加的數字 很大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很難說 把1到100的這個數字 全部都一個一個寫出來 那麼這時候我們只好想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出一些 這一個可以 這一個反覆運用的 這個計算式子 例如說 這個sin等於1加到100呢 那我們可以想到說 我可以一開始假設 這個變數sin是等於0 然後呢 這個依照這個順序 加1加2 然後一直加到100 這一百個敘述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這一個他們所加的這個內容 這一個1變化到100 只有這個地方有改變 那但是這個程式碼的 這個其他的這個敘述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就提到說 我們在C sharp裡面 它提供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概念的這個寫法和程式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可以反覆被執行 而只有某一些這個控制變數在改變的 這樣的一個敘述 那麼例如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sum加等於某一個在改變的這個數 那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敘述 就是sum加等於i 那麼這個sum加等於i呢 我們要了解到的是 它在這一個反覆執行的時候 它的一個反覆控制的這個變數 是這一個i 反覆調整的數 那麼這i它的這個變化 是從1變化到100 所以我們必須要告訴計算機 直行sum加等於i的敘述的時候 i這個變數 我們叫做控制變數呢 它的變化要從1進到100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用這樣一個 六角形的符號 在左邊這邊標示 就是我們要進行這一個運算的時候 它的這一個控制變數呢 一開始要設定為多少 那設定為多少以後呢 這一個它就執行這一個 反覆要執行的這一個工作 那sum加等於i 那麼做完以後呢 那我們就讓它回過頭來 然後檢查說 這一個控制變數 那是要把它這一個做什麼樣的改變 於是呢 我們曉得在剛才這個例子裡面 它在進行這一個sum加等於多少的 這個機械性的反覆動作裡面 它每改變一次這一個 控制變數的時候 這個控制變數就是加1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這個要求說 在這個執行完這個敘述以後 我就把這個控制變數加1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理解到 這個你讓計算機反覆執行這個敘述 這個100次 從i等於1進行到100 那麼每一次執行完畢以後 就把控制變數加1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反覆執行的這個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一個簡單的這樣的一個敘述 用一個for的這個敘述呢 然後在for的這個瓜糊裡頭 我們把這個控制變數 i的變化 出值變化以及這個裡頭的這個敘述 要重新要重複執行的條件 我們叫做回圈的條件呢 是控制變數要小於等於100 那麼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利用這樣的一個敘述 我們可以把這個 剩加等於i的這個敘述呢 反覆執行100次 那這樣子的話 就讓我們這個使用計算機的人呢 得到很大的這個便利 那例如說你想要計算這個i呢 從1加到1000、10000等等 那你只要修改它的這個回圈 進行的條件 你光用這個相同的一個寫法 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在程式語言裡面 相當powerful的這個寫法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也提到過這個回圈的要素 以及它的常見的錯誤 那這個我們上一次已經說到 那並且我們也提到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debug的assert 來作為這個防禦性的程式設計的 這個概念 那因此呢 在這個反覆的回圈裡頭 我們要保證這個回圈執行的時候 開始的條件跟結束的條件呢 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因此我們就使用這個assert 來檢查回圈開始的時候 條件是否滿足 而這個回圈結束以後 它的assert的條件是不是也滿足 那採用這種方法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程式的寫作過程裡面 那麼可以這個避免要這個無心的這個修改 而造成這個回圈執行的時候 它的一些條件發生改變 可是你還是這個照原載方式去執行上 會得到錯誤的答案 那因此在一些適當的地方 放這一些debug的assert的話呢 是一個能夠保護你的這個大量要執行的這個工作呢 在這個它的之前和之後檢驗它的這個一些結果是否合理 那這個是一個在寫程式的時候可以運用的技巧 好 那我們也提到過這個for回圈呢 可以放在另外一個for回圈之內 那這就好像這個if的敘述可以把它這個nested 到另外一個if的裡頭一樣的意思 那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在所秀的這個例子 它是建立起一個99層法表的這個螢幕輸出 那麼它的這個概念我們上一次也介紹過了 那基本上簡單的來說 就是在外面的這個for回圈它變化的時候 那麼在裡頭對於每一個外圍回圈的控制變數 那麼裡頭的回圈先改變這個控制變數 那所以這一個我們這個兩 我們說它是這個兩層的這個for回圈 那麼這種兩層的for回圈 在這一個最裡面的這個敘述 它一共會被執行多少次呢 會被執行內部的回圈 因為外面的每一個i它就執行9次的j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曉得 在最裡面的這個敘述 它一共會被執行9981次 依此類推 所以這裡其實就牽涉到一些這個效率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一個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好多層的這個回圈的話 那如果說每一層回圈 它的執行的次數是若干的話 那麼你有多少層的回圈 那麼最裡面的那個要被執行的敘述呢 理論上它就要被執行這一個 這裡的次數乘這裡的次數再乘 你有多少層就把那些執行的次數乘起來 那所以也就是講我們在這個計算機的這個程式裡面 那麼最常常需要執行大量的時間 耗用大量的CPU時間來執行的呢 常常就是這一種這個多層的這個回圈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要在這個思考 我們的這個計算的這個演算法的時候 那麼要曉得就是說 要能夠想一些這個方法來盡量避免掉 這一個多層的這個回圈 那麼多層的回圈除了效率比較差以外 那麼在這個程式的可讀性也比較不好 那麼因為你可以好多層這個for下去的話 那麼那個這個程式碼那個讀起來就是 你要去追蹤它等等 就變得比較困難 OK 好那因此呢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由於多層的回圈常常是這個程式執行 那個效率不佳的一個主要的這個原因 那麼因此這個一方面 我們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盡量避免掉這個回圈裡面 沒有效率的這一種工作 那在另一方面呢 就是很多的這個計算機的這個編譯器呢 它會這個主動的在你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尋找這個會使你的回圈敘述 沒有效率的這些寫法 它會將它進行做一些移動的處理 那這就是所謂的編譯建置過程時候的這個最佳化 那麼所以我可以提到的就是說 例如我們這裡這個有兩層回圈的話 那麼裡面的這個敘述 不管是什麼樣的敘述 都會被執行81次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進去一個這一個看起來 跟I跟J還有它其他相關的 都沒有關聯的一個程式敘述 那這個程式的敘述 那麼事實上可能這一個 如果放在這裡面的話 它會被執行81次 可是因為這個敘述跟這個回圈其他的地方 都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81次其實理論上 你只要執行一次就夠了 那所以這個如果我們自己 在這個檢驗我們程式碼的時候 發現有這樣的一個敘述的話 那最好我們自己把它拿出來 放在這個for回圈的外面或者是後面 那這樣子的話 那一個敘述就可以被執行的 事數就少很多 那麼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敘述存在 而你人工沒有去處理的話 那麼當我們這個希望 這個計算機在編譯的過程裡面 能夠主動的幫我們找出這一類 這一個影響效率的程式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要求這個計算機 採用這一個 你跟他說我們的output 需要是release的這個版本 那麼這樣一來 這個計算機它的編譯監製以後 它會做這一類的最佳化 但是這一類的最佳化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它幫你把這個程式敘述 那個移動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debug的時候 那就很有可能你的這個執行到 要這個執行這個敘述的時候 這個敘述已經被搬走了 那這樣子的話的debug就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debug的話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這個程式碼依照我們所寫的這個地方 一步一步的前進跟更新它的變數的狀態 對不對? 好 那因此 如果說我們的這個編譯程式 把這個比較缺乏效率的程式搬走以後 那我們在進行偵挫的時候 碰到那個被搬出去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以為它還是在這裡 但實際上電腦把它搬走了 那這就不妥 那所以這一個一般的ide 它的這個編譯建制會提供給你這種選擇 Either你是要留在這個偵挫的狀態 還是你希望這個編譯程式幫助你做這一些最佳化的處理 那麼一般我們的這個使用的時候 它的default的設定是這個debug 那麼對我們的同學來說 我們所寫的程式大概頂多就是寫我們的專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並沒有想要說 拿它到這個這個 例如說這個APP的市場去這個上櫃 去上架去賣 那因此這個release的這種版本 我們是比較用不上的 但是如果你未來這個要發佈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那你希望這個你所釋放的這個執行碼速度夠快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要使用這一種選擇release的這種選擇 好 那因此這個就是回圈的這個基本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再討論另外兩種回圈 一種叫做while的回圈 還有一種叫做dowhile的回圈 那while的回圈的想法呢 是這樣子的 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for回圈 其實它所involve的這一個電腦所做的事情 大概可以看成是這一個幾個重要的步驟 那一個是控制變數的初值 一個是控制變數執行的條件 另外一個是控制變數它的這個每次回圈執行之後 所要產生的這個改變 那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這樣的一個寫法 如果我們把它拆開來的話 那麼它的流程圖的這個寫法 可以寫成是這樣子的形式 也就是說這個控制變數的初值i等於1 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每一個控制變數它要檢查回圈進行的條件 我們就放一個if的這個條件在這裡 判斷的條件 那麼這個條件這個執行以後 那如果成立的話 那它就執行這個回圈內的敘述 而回圈內的敘述執行完以後 那需要改變這個控制變數的值 那麼因此我們要把這個i加1這個東西 也放在這個回圈的敘述裡面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原先我們的這個for回圈 當我們把它所做的事情拆解開來以後 那我們可以得到說 假設控制變數的初值設定 以及控制變數的這個修改這兩部分 分別在回圈外及回圈內來完成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只要去考慮這個地方 檢驗這個回圈執行的條件就可以 那麼因此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流程圖 我們改寫成為左邊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那麼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其實的這個控制變數i設定它為0 接著我們檢驗它是否合乎的回圈執行的條件 我們就使用一個關鍵字叫做while 搭配它所對應的大瓜糊 然後把在回圈裡面該做的事情 放在這個while這個大瓜糊裡頭 那麼因此用這樣一個方式來這個撰寫的話 這個程式碼所得到的結果 跟剛才使用for回圈的敘述 所寫的這個結果 計算結果是一樣的 都是從這個1加到100 那都是等於5050的這個答案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看到的 for回圈可以寫這種方式 那各位可能會問說 那麼為什麼這個for回圈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何必再用另外一種這個while的方式 來寫這樣的一個這個回圈程式呢 好 那這是有它的原因的 好 那它的這個使用 那一般來說我們普通的狀況的時候 類似剛才那種情形的時候 那麼它的回圈條件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使用for的這個寫法 那麼把這個控制變數設定出值 檢驗條件以及改變控制變數等等 放在同一個for敘述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比較不會發生錯誤 那你因為回圈的這個三要素呢 全部都在這個for的那個敘述裡面 好 可是我們在執行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這個回圈它所要執行的這個條件 比較複雜一點 那麼這個複雜的這個條件 可能並不適合使用一個簡單的 例如i小1等於100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這個寫法就可以 而是可能牽涉到蠻複雜的這個計算 那麼在那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把那個比較複雜的這個回圈執行條件 寫成是wild的這個形式放在這裡頭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可以讓這個程式碼好寫一點 那還有一種情形 是這個如果我們的這個程式敘述 那麼它並不是那麼容易用一個 例如整數的這個控制變數 來表達它的繼續條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可能使用的 也就是這一個wild的條件會比較妥當 那例如說我們在後面 大約第11章的時候 我們的內容會介紹到 這個檔案的這個讀寫 那麼因此如果你寫的是一個 處理檔案的這個程式 那麼在這個讀取檔案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可以使用的是說 這個只要這個檔案 它的指標沒有指到這個檔案的最末端 已經結束這個檔案的時候 那我們就執行這個讀取檔案的這個工作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使用這個wild的形式來表達是比較好的一個表達方式 你可以寫說wild什麼一個檔案 然後它不是碰到end of file的情況 那麼就執行這裡面的讀取檔案的工作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一種寫法你要換成是這個for loop的話 就不妥當 不容易 而且有的時候你的這個結束的這種情況 是動態的 並不是像剛才這裡一定就是執行100次等等的 那一種情況之下 你每一個回圈分別去檢查一次 它的成立條件是比較理想 那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就會使用這個for叙述的一個變形 這個wild的這個回圈來達成我們的這一個回圈運算的這個需求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wild敘述裡面 因為它在這一個wild敘述裡頭 只檢查它的回圈成立的條件 那我們剛剛看到回圈裡面最主要的三個這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控制變數的設定出值 第二個是這個回圈條件的檢驗 然後第三個是回圈變數的改變 那麼我們改成使用wild的方式來寫回圈的時候 那麼就比較容易會注意到這一個回圈執行的條件 但是另外兩個要素也就是控制變數的出值 以及在每一次執行的這一個控制變數的改變 這兩件事情有時候就會忽略掉 忽略掉了以後就會造成這一個無窮回圈的結果 例如說我們在這個wild回圈裡頭 假定我們忘掉了在每一次執行以後 把這一個i加1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wild的敘述 它每一次執行的時候i都是等於0 然後i等於0 然後這個加加沒有放在這裡了 所以它又回過頭來 那i還是等於0 那繼續執行剩加等於0 然後再回來i還是0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i都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回圈會被執行無窮多次 所以你的程式你的電腦就停不下來 那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無窮回圈的狀況 那這種情形就是這一個我們的這個wild回圈 它的這個三個要素 那麼我們如果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另外兩個要素的話 那就會造成一些錯誤 它有時候會造成這一個semantic error 那無窮回圈的情況 那因此這個是我們在撰寫這個wild回圈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的這個事情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還可以舉出這一兩種這一個應用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例如說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學過這個無窮極數的這個計算 對不對 那在無窮極數的這個計算的時候 那我們所要算的呢 是這一個這個數列an 然後計算n從0到無窮大 這樣子的一個極數核 當然數學上 數學上其實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我們的這一個summation的這個an 如果說它的下一項 它的這個絕對值小於這個前一項的 這個可以忽略掉的話 然後之間的兩者之間的差異 這個就是後面要加的像已經很小了 那我就可以呢 停止這個計算這個極數 而得到一個極數的近似核的這個近似值 那麼所以呢 我們如果是要算這樣子的一個無窮極數的話 那我們的做法會是這樣子的 那我會一開始這個核s呢 假設它是summ等於0 然後呢 這一個控制變數就是這個n 對不對 那麼n呢是從0開始加到無窮大 可是這個你寫程式 怎麼去表達這個無窮大的這個概念呢? 好 那很簡單 我們就使用一個wild的這個敘述 那wild的敘述呢 就是這個我們反覆的做這裡面的這個加法 好 但是呢 這個我們也曉得 如果說這個wild的迴圈 那它是永遠在執行的話 那對我們來講這個程式沒有用處 對不對? 好 因此呢 我們這裡所常用的一個簡單的辦法 就是判斷說 如果我要加的下一個term 它的計算呢 你要加的這個term 它必須是超過10的-8次方的時候 才可以加到這個summ裡面去 所以這裡就寫一個wild的這個敘述 來做這樣一個事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這個條件 顯然也並不是適合用這個for loop去寫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 那再來呢 雖然這個數學上 那個如果念數學的同學 他會提出來說 事實上這個條件並不是 這個無窮極數收斂的這個充分條件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這樣子計算的時候 事實上有可能這個極數是發散的 可是我們就提早算完就結束跳出來 好 那因此我們這裡加一個前提 也就是說 在這個無窮極數它的核存在的這個先決條件之下 那麼我們可以使用類似這樣的wild的敘述 來計算這個無窮極數的核 OK? 好 那這個是大概一個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這一個回圈 就是所謂的do while的這個回圈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在剛才的這個討論裡面 那麼for的敘述還有while的敘述 都是在進行回圈之前先檢查回圈條件 是否滿足以便決定要不要執行回圈內的敘述 那可是我們在這個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回圈重複的條件 放在這個所要執行的敘述之後 再來決定是否要繼續進行這個回圈裡的敘述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do while的這個回圈 那它所對應的這個流程圖 是像我們這邊所看到的這種情形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這個回圈的三個條件 那麼第一個條件是這個控制變數設定出值 i等於1 那在前面的話是立刻就要檢查 它是不是合乎回圈執行的要件 那在我們這裡我們把它變成是 先執行了這個回圈裡的係數以後 再來判斷下一個地方要不要做 下一個回圈要不要做 那所以這個方式來檢查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i從1開始 那加了1對不對 然後把1加1變成2 然後檢查這個2是不是小1等於100 那如果它4的話 我們再回過頭來執行這個回圈 好 那所以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i從1加到100 那加到100以後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它變成101以後 那它的這個回圈持續的條件就錯誤 那因此就跳出這個回圈改執行其他的這個敘述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 這一個回圈的寫法 也可以把這一個回圈繼續的條件 放在這一個回圈結束的時候 再做這一個檢查 所以以這一個 我用現在所畫的這個流程圖的方式 來執行這一個1加到100的這件工作的時候 那我的寫法就是do 然後一樣有一個一對大瓜鼓 那這對大瓜鼓以後 後面是回圈繼續執行的條件 那因此這裡就是i小微等於100 那麼我們可以看得到 用這種方式來寫的時候 那麼同樣的這個i再加到7裡面去 也是可以從1加到100 得到完全一樣的這個答案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知道 主要一共是三種這個回圈 那一種是for 一種是while 一種是dowhile 那這三個回圈 for回圈跟while回圈 都是回圈開始的時候先檢驗 回圈條件是否滿足 而決定要不要進入這個回圈執行裡面的敘述 可是這個dowhile回圈的話 那麼它一定至少會執行一次以後 那麼才來這個決定說 這個它要不要繼續進行這個回圈內的 這一種工作 那麼所以這個dowhile的回圈 它跟for回圈及這個while回圈最大的不同 就是dowhile回圈至少會被執行一次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有些時候 例如在這個讀取這個檔案等等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先去讀一下 才知道說這個檔案有沒有已經碰到結束的地方等等 那一種情況之下 就要使用dowhile的這個方式 好 那因此在這裡我們就講完了這一個三種的回圈 而這三種回圈就是所有大概現在的 這一個主流的程式語言 它們的回圈都是使用這三種方式 那這三種回圈是所有語言裡面 大概是共通性的一個架構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到另外一個跟回圈相關的這個敘述 叫做continue跟break 為什麼需要介紹這個continue跟break呢 我們這裡舉一個這個程式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我們這裡有一個簡單的這個數學的問題 就是這個各位曉得必達格拉斯定理 就是直角三角形的這個斜邊的長平方 等於這個兩邊的平方合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例如在以前中國的這個周朝的算經裡面 他們就已經提出說這一個勾三、古四、弦五這樣的一個概念 並且給出一個還滿漂亮的 這一個用幾何圖形的這個證明對不對 那所以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三、四、五這三個數字 它符合這個壁四定理 或者說它滿足這個勾古弦定理 它會使得說這個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於五的平方 那數學家很有興趣的當然就是說 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去找出更多的這一個整數的 這個三、四、五這樣子的 這一個符合壁四定理的這個數字對不對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有三、四、五 那也可能有這一個五、十二、十三 那也有可能把這個勾都乘以二 就是六、八、十 還有七、二十四、二十五 然後八、十五、十七等等 那我不知道各位在高中的情況如何 那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啊 那它出那些三角的那些題目的時候 那為了要好算對不對 所以它的這個題目啊 那個三角形的三個邊 常常就是這一種 這一個壁四數這整數 讓你在算的時候比較好算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意要當這個高中數學老師的話 那可能這個可以弄一下 那以前這個我們好像都要背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你如果既知道這些壁四數的時候 那麼再碰到一些這個tangent、obtangent等等的時候 你可以在那些比較複雜的計算的時候 那這些壁四數 知道哪些數構成的壁四數呢 對我們解題還講的蠻有用的 好 那這個閒話不談 就是說這個數學上來講的話 是數學家對這種所謂的壁四數是有些興趣的 那我們現在就想辦法說 我有沒有辦法用電腦來找出這一個前十組的 這一個壁四數 那這個條件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數字一定要最小就是了 然後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前十組的壁四數呢 跑出來的應該是這個樣子 3、4、5 然後5、12、13、6、8、10、7、24、25等等 最後一個應該是12、16跟20 我們要檢查什麼樣的X、什麼樣的Y、什麼樣的Z 這三樣東西合起來是符合這個壁四的壁四定理的條件 那我們可以使用這一個三個這一個負回圈 那其中一個負回圈是變動X 那假定前十個這個數的話 當然這裡當然我們已經知道 它最小大概是12 最大大概是12 好 那但是我們這一個剛開始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未必知道說這個前十個的話 X要到12就好 那因此也許我們給的這個回圈的條件 要檢查的X是1到100之間 那Y我們也讓它是從X到100 各位看中間這個Y的這個條件 它的Y這個是控制變數 這個控制變數它不是從1開始 而是從X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讓它這一個能夠 這個X會比Y小 這樣我們不會去重複計算3、4、5跟4、35 這兩種情形 所以我把這個Y讓它從X開始 我就可以避免掉這一個3、4、5 4、35的這種狀況 好 那再來我們還需要變動這個Z 那Z的這個變化 那我這裡簡單的是用1寫開始 但其實這個Z可能應該是 從這個最小的X平方 跟最小的Y平方來考慮 那這個Z可以讓它是等於這個X平方加1 那開根號去估這個值 好 那但是我們現在都是用整數 所以那個不適合用那一些根號等等的計算 那麼因此在這裡它暫時就是用一個1 反正你就讓它去找就對了 那麼因此當我們X在變 Y在變、Z在變以後 那麼我們就檢查這三個控制變數 是否合乎必是數的條件 那麼因此就檢查這個X平方加Y平方 是不是等於Z平方 好 如果你有使用這個MateLab 或者其他的程式語言的時候 那麼你也許會學到說 有些語言會給你用那個這個correct 然後用個2代表說X平方對不對 好 那個C sharp裡面沒有 C sharp這個2不代表X平方 所以那個不行 所以我這個地方是使用X乘X 然後加Y乘Y 然後等於Z乘以Z 這個條件是不是滿足 如果滿足的話 我們就找到了一組閉式數 這個閉式數的個數 我們就用一個N來表示 所以在這個回圈的外面 我們其實要有一個N等於0的起始值 在這裡面每找到一組這個閉式數 我們就把N加1 然後再來檢查說 是不是已經有10組這個閉式數出現 用這種寫法的話 我們就可以保證 我們可以得到類似這樣子的這個閉式數 而且它的這個三個數字都是由小而大排列 這樣子一個情形 好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我們有相當深的這個4回圈的組合 你看這個地方有三組的這個4Nest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裡的這些敘述 它會被執行大約100乘以100-x 然後乘以150那麼多次 這個時候發現一種狀況 也就是說當我找到10個這個閉式數以後 這三個回圈它還是繼續在那邊執行 有可能對不對 因為你找到這10個以後 可是你的yx還沒有到100 y也還沒到100 所以它會一直再執行下去 一直執行下去 好 那另外還有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z的最大值我設定是150 那這個你可以有這樣的一個 大概rule of sum的估算 因為x最大是100 y最大是100 那所以100的平方加100的平方 然後再開根號 大約是根號2乘100 所以大概是140幾 那因此我就弄一個150 來作為這個z的上限 這樣一個大概的估計 好 但是這裡我講的這個 這個程式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的所要做的工作已經完成以後 這個for回圈還在繼續的執行 那這個是一直執行到最後 那這是一個不必要的這個資源的浪費 那因此我們就有必要這個讓這個程式 就是當我們的n等於10的時候 它應該要跳開這個回圈 要能夠這個離開這個回圈 可是你要讓它離開這個回圈怎麼辦呢 那於是我們就有這一個叫做break的這個敘述 在這裡你檢查這三層的這個for 在這裡面這個for是檢驗高斯數的條件是否成立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檢查在這個z這邊 因為對於一個x一個y 它只有一個z會使它滿足x平方加y平方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找到這一個x平方加y平方等於z平方的時候 那麼其他的z就不用看了 因為那個其他的z都不會去滿足這個x平方加y平方的 所以在這個if的敘述裡頭 當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必示數的時候 我就要從z的回圈跳開 所以我這個地方就寫一個break 然後它就會停止執行這個最裡面這個for的回圈 而跑到這個for的z的回圈的外面 就跑到這邊來 那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檢查說 這裡新產生的一組必示數才會跳出來對不對 那跳出來以後 這個我們必示數的這個數量 是不是已經達到10個必示數了 那如果是的話 是的話 那這個y的敘述也不用 y的回圈也不用再執行了對不對 所以就把這個y的這個地方再設一個break 然後跳出這個y的回圈 回到這個x的回圈這邊來 那x的回圈這裡 同樣我們也去檢查這一個 這時候的這個必示數的這個數量 是不是已經達到10個 如果是10個的話 那這個x也不用再往下執行這個回圈了 我們就讓它跳離開這個x的回圈 就回到這個3層回圈的4的外頭 然後去執行其他的敘述 好 那因此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你的回圈裡頭 如果有這一種 這一個可以提前結束 這個回圈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以採用這個break的這個寫法 然後終止這個某一層回圈的直行 而跳離開這個那一層4的這個回圈的範圍 那在這裡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break 每一次的這個break 就跳開一層的這個4 所以這個有三層4 所以最裡面的break 就停止最裡面這一層回圈 回到第二層的回圈繼續執行 那在第二層回圈裡面的break的話 那就跳開這個第二層的回圈 到這個第一層的回圈 那第一層的回圈 如果又有break的話 那它就跳離開這個整個4的這個架構 跑到外頭去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break的這個應用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在類似剛才的這一種深層的回圈裡頭 它有相當大的這個用處 那麼除了這個break剛才那樣的用法以外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在剛才的這個break的這個程式裡面 裡頭是一個if敘述 那麼這個if的敘述 在這個成立的時候 它要執行這些東西 那麼我們如果說這個看它的這個大瓜糊的數目的話 你會看到有4層這個大瓜糊對不對 那4層大瓜糊的話 這個在程式碼看起來其實是不太清爽的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可以設定說 如果這個回圈 最裡面這個回圈呢 我們設定的條件不是讓它停止 而是這個改成說 這個是不是這個需要再繼續進行這個回圈 這樣的一個寫法的話 我們可以少掉一層這個大瓜糊 使這個程式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麼因此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呢 剛才的if敘述是說 如果x平方加y平方等於z平方 那麼我們就要做這些事情 那現在我們就把它改寫成為說 這個回圈它所以能夠進行它的這個條件 是x平方加y平方不等於z平方 好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這個條件後面呢 我們寫一個叫做continue 那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在最里程這個回圈裡頭的話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它底下的事情不用做了 這continue的意思就是說 歇下去的這個敘述不必執行 而直接回到for回圈去執行 下一次執行的這種工作 那因此呢 這種做法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你可以少掉一層的這個大瓜糊 使這個程式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同時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它不continue的話 那就是代表說這個避失數的條件成立 於是你才需要去把n加1 然後把這個避失數的答案寫出去 那接著呢就break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過 如果這個避失數找到的話 那就要從這個for回圈跳開 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break是從回圈跳開 而continue呢 則是提前回到回圈執行下一步驟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這個用法 這個一個是continue 一個是這個break 在這個流程控制裡面 我們會發現到說 常常我們發現說 這個整個程式流程裡面 會有好多個這個大瓜糊出現 那有的大瓜糊是在這個另外一個大瓜糊裡面等等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要注意到這個變數的這個宣告 跟這個大瓜糊的這個關係 我們現在舉這個例子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程式要求使用者輸入一個字圓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使用者輸入一個字串以後 那這個字串的內容 會被存放到這個叫做s的這個變數 那這個s的變數是一個這個字串的變數 那麼所以後面呢就來檢驗說 這一個s這個變數 它的內容是不是a字串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它就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底下這個呢 我們用這個取得 把這個敘述寫上10次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那個 沒有效率的這一種敘述 不過這裡是為了解說這個大瓜糊的概念 所以這一個這裡我放了一個 其實是並沒有效率的這個寫法 我們先不管 來這裡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是說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變數s 它的這個宣告是在這一對大瓜糊之外 也在這一對大瓜糊之外 也在這一對大瓜糊之外 所以這裡所宣告的s 在這個大瓜糊裡面可以使用 這個大瓜糊裡面可以使用 這個大瓜糊裡面可以使用 他們所用到的都是這一個s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面把s的內容改變掉了 那這個時候這裡的s的內容就改了 所以到這邊來如果又有s的話 你看到的就是改變過後的s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再來我們看這一個 在這一個if的敘述裡面宣告了一個 至串變數叫做s1 並且讓它的內容跟外面的s一樣 在這個alus這裡 我們也有一個這個宣告s1的這個變數 那它的這個內容跟這個s一樣 好 那這裡我要提的重點就是說 這個s1的這個變數宣告 它是宣告在這一對大瓜糊之內 因此這個s1變數離開這個大瓜糊以後 就沒有效了 就無效了 所以代表這個變數s1 它的生命只有到這個大瓜糊結束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的這個變數 它的生命周期是在它所對應的 最接近的大瓜糊之內 那麼在這個大瓜糊之外 這個變數就不存在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ls這邊 它還是可以用一個s1宣告一個變數 那不必擔心這個s1變數 重複宣告的這個問題 那主要原因就是 這個s1脫離這個大瓜糊以後 那麼就這個不再存在了 所以在這個大瓜糊裡面 我可以在自己宣告一個變數叫做s1 名字跟它一模一樣 可是這裡沒有名稱衝突的問題 那同樣的道理 在這一個大瓜糊裡頭 那麼我們也是這個變數s1 然後它這一個也一樣 它還是可以宣告這個s1 因為這兩個s1對它來講都是沒有關聯的 那因此這個s1可以這樣做宣告 我這裡附帶講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回圈裡面的一個沒有效率的這個工作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裡的i 它要從0變化到9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 這個s1等於s這件事情 它重複的這個宣告 每一次都是讓s1等於這裡的這個字串 而跟這個i的值的變化完全無關 所以這個敘述事實上可以挪到這個回圈的外面 挪到外面去 那因此如果你這邊寫一個streams1等於s 然後在這個for loop裡面去console right line這個s1 那它還是可以達成你原先所想的 把這個s1這個變數寫十次 這樣的結果還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在這裡了解到 這個敘述就是我們所說的回圈內的 這個不必要重複的這個敘述你可以把它移走到這個回圈的外面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程式執行效果仍然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這個有最佳化的這個編譯器的話 它就會幫你做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敘述在這裡是重複做十次 你這裡如果宣告它是100萬的話 這個敘述就會被執行100萬次 那這個顯然是有點這個效率的損失 OK 那這個是變數的這個周期的概念 好 那麼接下來附帶我們提一下的 就是這個回圈的這一種應用 好 那各位 我們現在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們各位寫這個程式 一開始的時候不要想說 把你的程式寫得多 robust 多強健 這個概念我們後面再講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現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不要去在乎那一種這個 很多這個一例外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那個有的助教他會很嚴格的要求說 我不論做什麼事情 你的程式都不可以當 所以這個你的程式叫上去以後 要demo的時候 他的鍵盤上亂敲 結果你的程式就垮掉了 當掉了 那因此他說 你這個沒有把各種狀況都考慮在那裡 扣你幾分等等 好 可是各位同學 那個在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有點像我們學著英文文法 那重要的是這一些常用 常見的這些文法 你要把它弄得很熟很厲害 而不是在那邊寄一大堆這個例外的這些字 所以像我們以前念英文的時候 常常一些動詞變化等等 會去記很多這個例外 對不對 好 那麼在我們寫這個電腦程式的時候 也一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假設這使用者沒有犯什麼錯 這樣子的話 你去思考你的程式的邏輯 還有演算法的話比較容易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想說 如果這個助教跟我刁難 要用很暴力的手段 然後讓我的程式當掉 我要防它 那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當然我們那個 如果是要這個上架去賣的這個程式 當然要做到類似那樣的程度 但是在我們在發展程式的這個初期的時候 不必要這樣做 知道嗎 好 那因此 這個例如我們有一個程式 是希望這個學生輸入成績的話 那這個成績的內容一定是從這個0分到這個100分 對不對 那在這裡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假設說使用者的輸入一定是在0分跟100分之間 然後去發展你的程式 先不要顧到那一些 使用者可能跟我故意惹製造麻煩 給我輸入這個-5分或者是150分等等之類的 你先不要考慮那些事情 好 那但是假定你把那個正常分數的處理都做好了 而且這個效果滿意 而且也符合你需求了 那麼這時候在下一步就是你要去開始擔心說 你的程式會不會收到這個錯誤的這個輸入 變成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好 那所以在那種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想要檢驗出這個有沒有問題的這個敘述 而且我們希望說這個當使用者在輸入成績的時候 你就可以檢驗出它分數有問題 然後要它重新輸入 如果是那種情形的話 這個程式碼該怎麼寫 那我們可以看這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只要用一個while的這個敘述 就可以這個達成這個檢驗這個成績有效範圍的這個目的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首先看這個電腦會在console螢幕上面顯示一個prompt 要求使用者輸入成績 那因此使用者輸入的字串可以利用convert.toint16 轉成是一個整數的變數grade 那當然我們前面也提到過 你也可以使用int.path 把這個字串轉成是整數的數值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你當然也可以不只是使用toint16 你也可以toint32等等也可以 好 那但是如果我們的程式碼是假設使用者 它的成績是正確的話 那這裡的部分我就可以不用 這一部分我就不用寫 那直接拿這個grade去做計算就好 那那樣的計算才會是你的這個寫著程式的主要的這個目的 所以你先不要去想說如果這個grade有問題怎麼辦 先不領他 你把這個grade的處理先做好以後 那接著我們處理完ok以後 這時候我們才來對付這一個比較不合理的這一個輸入的這個數字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檢驗 在grade的輸入以後 我們檢驗這個grade是否是這一個合理的這一個輸入 那在這裡如果是不合理的話 我們就希望這個使用者 這個會重複的這個做這件事情 一直到他的輸入是一個合理的成績為止 那因此這裡就使用一個while的這個回圈 所以只要while這個grade的小於0或者是到100的話 那我就這個提示這個使用者成績要在0和100之間 然後重新輸入 所以在這個地方又輸入一次他的這個成績 那這個成績重新再檢查是不是在有效範圍內 那所以如果說他的成績在有效範圍內的話 他就會跳開這個while回圈進到這裡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個如果我們的程式需要檢驗 這一個輸入的這個正確性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一種方法幫助你做這個檢驗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另外一個就是無窮回圈的這個問題 那無窮回圈的問題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過 這個正常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是不希望有無窮回圈的 好 但是這個凡事總有例外 例如如果說我們的這個電腦 它變成是一個GUI的程式的時候 那麼它很可能在那邊一直等待 等待你這個使用者輸入什麼東西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我們希望這個程式是不斷的等待 而不是在什麼時候給跳出來 那麼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這一個工作呢 可能就要包在一個無窮回圈之內 那麼怎麼樣去設定一個無窮回圈呢 那麼這裡有兩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for的這個回圈 但是這一個它的三個要素的地方 全部都空白 所以你有分號分號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大回圈裡頭 大瓜虎裡頭的敘述會反覆的被執行無窮多次 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東西裡面 你可能就得要什麼一個狀況之下呢 你可能要讓它break 跳出這個無窮回圈 不然的話你的程式就盪在那裡了 好 但是這個是我們有意去放進去的無窮回圈 那這個for這樣做可以 或者是寫成這樣子 while true 那while true的話就是 每一次檢查回圈執行條件的時候 它總是true 所以這個回圈就可以一直反覆的 無窮進的這個執行 好 那因此呢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無窮回圈的這個情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例如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輸入成績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剛才寫的那個寫法就是while 然後grade要這個小於0或大於100的時候 就在這個回圈裡面進行對不對 好 剛才那個寫法我們也可以使用無窮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是無窮回圈的話呢 那就是while true 然後這個讀入成績以後 如果說合理的話就跳出這個while回圈 那否則的話呢 就是這個要求這個成績呢 要在0到100之間重新輸入 又回到這個while入 無窮回圈裡面進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例子裡頭 雖然我們有一個無窮回圈在這裡 但是我們有記得這個設定好 它要跳出去的這個條件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我們才可以這個處理到 這個使用者輸入的這個 合理的正常的這個輸入 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無窮回圈的這個概念 那這種無窮回圈的概念呢 在我們還沒有學習這個檔案的讀寫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要求這個使用者 這個不斷的輸入成績 那輸入成績之後 你把它的成績秀給使用者看 這個叫做echo 就是回音 也就是說這個回應說你剛才輸入的是多少 好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在一個無窮回圈裡面進行對不對 那無窮回圈進行 因為你事前並不知道你有多少學生 那因此我們不知道說 這個輸入成績跟印出成績這件事情 要進行多少次 我們事先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只能用一個無窮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這個無窮回圈 我們一定要幫他設定好一個跳出來的這個條件 那麼因此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這個要求就是如果學生的成績 比方說你設定好說他是負的成績的時候 那你就跳出來 然後把這個學生總人數跟平均成績印出來 好 那像這一種呢 碰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特別的數值的時候 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呢 那麼這一個負的這一個條件 它的產生我們就叫它做Sentinel 所以就是你的程式執行的時候呢 那如果當你的這個數物變數發生某一種特殊狀況的時候 那你要那種情況之下做特別的處理 那那個特別的數字就叫做Sentinel 早期的時候我們的那個電腦是讀那個卡片的 所以電腦怎麼知道說 這一個A教授的這個程式執行完畢 要換執行B教授的程式 他怎麼知道呢 那個時候有一張卡 那個我們都叫做7788卡 也就是那個卡 那個會7跟8同時打動 7跟8同時打動這樣子 所以這一個電腦的那個讀卡機 讀到那一張卡的時候就知道前一個job執行完畢了 然後要換成下一個這個 下一個這個工作來進行 好 那所以這個7788卡就是我們所謂的哨兵 那因此呢 這一個 這是一種小技巧 那當然現在這一種這個哨兵這種技巧呢 已經這個用處比較少很多了 幾乎沒什麼用了 但是這個概念上是這一個負回圈的應用的時候 一個可以採用的一個方式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這兩節 我是比較有趣的這一個兩節 我各位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叫做結構化程式設計 英文叫做structured programming 好 它的概念是怎麼來的呢 好 那我們記得在我們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有介紹這一個全世界的第一個高階的電腦程式語言呢 叫做Fortran 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年代我們所學的這個程式語言就是Fortran 4 那那個時候如果我要寫一個這個for loop 類似在我們的這一個投影片右邊那個流程圖 這個for loop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怎麼寫這個for loop對不對 我就寫一個for然後i等於1 然後i小1等於100 然後plus plusi然後來進行就可以對不對 好 可是當年在Fortran敘述裡面 它沒有for的這一種敘述概念 也沒有while也沒有dowhile 有do但是沒有dowhile 好 那因此呢 如果你想要寫這樣子的一個for loop的話 那有這個比較簡單的一種叫do loop的寫法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不必那樣用了 而且我是要誇張一點 說這個Fortran 4以前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多麼的這個不精簡 所以給各位看 如果是右邊那一種的話 我照for loop語法來寫的話 是這個樣子 各位看 我解釋給你聽 那麼第一個是sen等於0對不對 然後呢 這一個控制變數i等於1 i等於1 然後再來呢 這個它要檢查這個i是不是這個在合乎執行條件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呢 有if但是沒有if else 所以那時候就是if 那我這時候呢 要設定的是跳離這個回圈的條件 所以如果i大於100的話 go to200 注意看這裡go to200 那200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叫做label c小裡面還是有這個label 也有go to 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好 所以它go to200 就是跑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sen寫出來 那這個sen寫出來的時候 然後它的這個輸出的格式 要依照300編號的這一行的format 它的這個形式 所以就是ex代表說這個跳一行 然後i6就是這個sen用六位整數 把它表現出來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如果你那個控制變數 這個不符合這個回圈條件的時候 就跳離回圈 如果它符合這個執行條件的話 就是i小於等於100的話呢 那我就做這個sen等於sen加i 因為我講過這個sen加等於i 是從c語言以後才有的 那在fortran以前的時候 是沒有那個plus等於那樣子的計算的 所以我們只能寫說sen等於sen加i 然後i等於i加1 好 那這個跑到這邊結束了 你又得要重新執行這個回圈對不對 所以它就再來一個go to100 好 因此你可以看得見 這個 這一些回圈的這種計算 是這個所有電腦程式裡面 都一定會碰到的 但是在fortran裡面 你碰到這些回圈的時候 你不得不使用這一些if的敘述 還有go to的敘述 好 因此呢 這一個fortran for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經常被用到的一個敘述 就是go to這個敘述 所以這個go to的敘述 這個會使得說 我們可以讓這個程式設計師 它可以讓你從一個程式敘述的某一個地方 隨便的就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這樣子隨便讓它可以跳來跳去的結果 會很容易產生一種 英文叫做spaghetti code 那我們就翻譯做通心面狀的這個程式碼 那這種程式碼長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一個判斷敘述 如果這個如果是force的話 就go to到這邊來進行 那如果是這邊的話呢 就go to到這邊來進行這個樣子 那麼很多時候呢 這一個我們以前的這個同學 尤其我們那時候 那個大家比賽說 誰能使用最少張的卡片 寫出老師所要的這一個程式的nail 那麼因此呢 大家無不想盡辦法弄出很奇怪怪的這個結構 所以類似 例如說我們想要讓這個程式呢 重複運用某一塊這個地方的程式碼 於是呢 什麼地方你就go to到那邊去 然後另外一個go to到那邊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造成了這個你的程式裡頭 它的這個流程會像這種樣子互相交叉有沒有 互相交叉 而且會發現到說你寫這些東西交叉在一起以後 你就亂掉了 而且在這過程裡面會造成某一些敘述 其實這個不會被access到 所以這個敘述是空的 你寫了在這裡 但是這個敘述永遠不會被執行 所以類似這樣的東西很混亂 那麼像這個東西呢 這樣換來跳來跳去的 我記得我們那個大一的時候 我們修程式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後來要寫一些比較複雜的程式 那麼這流程圖一張紙畫不夠 要好幾張紙一直畫一直畫 那這個就是造成一個很大的 這個程式構想的這個問題 那好 那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除了說它的架構 所以複雜 而且攘易產生錯誤 那麼因此呢 程式也不容易讀也不容易懂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 那麼有這個一些電腦科學家 他們首先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們發現 而且好像還有附證明的樣子 就是說 所有的程式 所有的程式 都可以只要使用三種結構 就可以把它的流程完全決定下來 那哪三種基本的結構呢 第一個叫做sequence 也就是說 這個我們程式碼 一步一步一步的執行 這個叫sequence 那這個是電腦程式的這個基本的架構 一步一步的執行 好 這是第一個架構 第二個架構呢 是叫做branch 就是分支 那分支的話 就是你的程式碼 你可以經過一個這個條件的判斷 然後決定走某一個這個路徑 左邊的或者是右邊的 這個兩個branch 好 那這是第二種 這個structure 那麼第三種structure呢 就是結合這個條件判斷 還有這個sequence 而形成一個回圈的這個敘述 那麼就包括for或者是do 或者是do while 或者是while 這三類的這個回圈 都可以用這一種方式表達出來 那麼這三種方式表達出來以後 你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範圍裡面 是single in single out 那麼這一個branch 你如果把這個部分包起來的話 它也是single in single out 那麼回圈那邊呢 你也一樣可以看到 是single in跟single out 那麼所以它表示說 如果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限制你的這個流程呢 只能使用這三種這個結構 然後不用go to 那麼我們的程式碼就會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這樣的地方都是一個single in 跟single out的這個output 對不對 那因此有這個概念以後 接下來的這個程式語言的發展 就引進了這個if else 還有這個while for do while 回圈這三樣東西 那麼這裡面的這個部分跟這些部分呢 那麼在這個pascal裡面使用begin跟end來搭配 決定出這個範圍 那在我們的c語言以及我們現在的c小語言裡面 這一部分我們就用一個大刮符 一對大刮符把它刮起來 那這個也用一對大刮符把它刮起來 然後就有一個if else這樣的一個寫法 那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過了這個if else以後 它還是單一的一個輸出而已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我們使用這三種東西 來建構我們程式的流程 我們就不會陷入這一個spaghetti code的 這一種複雜的這個情形 好 那因此呢 只使用這三種結構進行程式設計 那這個概念就叫做結構化程式設計 structural programming OK 好 那麼 這樣子的這個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麼suppose就解決了spaghetti code的問題 那麼因此當時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計算機科學家 叫做Dicastra 各位可以在我的講義裡面看到他的名字 還有他的那個論文 那麼Dicastra呢 這一個 他好像就提出來說 這一個我們只要使用這些if else這些東西 那就可以寫這個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我們就可以不要去使用go to的敘述 那就是說structural programming 就animate掉這個go to的這個需求 好 可是在這裡呢 當時又有一位非常負盛名的這個電腦科學家 叫做Knews 那Knews這一個人呢 也是一個大師 那他有很多的貢獻 那他覺得說這個structural programming 你這樣講的時候還是有缺陷 所以他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structural programming with go to 用go to的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他提出來的這個go to的用法 在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好幾個深層的for loop裡面 如果你需要提前結束的這個情況 或者是提前這個回到下一個回圈裡面 那種情況之下 他說這種情形使用go to 會比你的結構化程式好 因為你在這個回圈裡面 需要有時候提前跳出來 提前跳出來 而你的這個 只用這個回圈的話 沒有這個提前跳出來的機制 好 那因此呢 由於他指出了這一點 所以這一個後來的程式語言設計者 就在這個loop裡面加進去了 break跟continue ok 那因此這個結構化程式 有了這三種基礎結構 在搭配break跟continue以後 那麼我們的這個程式碼就可以真的是 大概就是不必要這種go to 從我開始使用這些比較新的程式語言 有if else 有while等等的這個語言之後 我發現我從來沒有用過go to 真的我跟你講 我沒有用過go to 然後那個時候呢 這一個有的老師 他其實在程式課還跟學生講說 我抓到你一個go to 空你五分 那所以以前有這樣的一個 基本教義派的情況 好 但是呢 這一個所有的程式語言 雖然說我們可以知道 可以不必用go to 可是還是有一些語言呢 包括cshout 他依然保留了go to跟label 這樣的一個敘述 好 我只是告訴你他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強烈建議各位不要用他 不要用go to 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不會說看到一個go to 扣五分 不至於 但是就是說 這個盡量嘗試著使用這些結構化的這種架構 來撰寫你的程式 了解嗎 那因此呢 如果我們說盡量使用這三種基本架構來撰寫程式的話 那麼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來確保說 我設計程式的時候一定是用到這三種基本的架構 而不必去使用go to呢 因為以前的這些go to 它的一個主要的來源 常常是因為畫流程圖 所以畫流程圖以後呢 你有時候要跑到這裡跑到那裡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麼因此 就是我們的這個浮底抽新的辦法 就是不要用流程圖 不畫流程圖 然後呢 這一個改用 這一個一定得使用這三種結構的流程的方法來設計程式 OK 好 那因此呢 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導出了所謂的虛擬碼的概念 好 那虛擬碼呢 我們的英文是叫做sudo code 我們在思考一個程式的這個流程的時候 那如果說我們一開始就做到電腦上面 然後就劈啪啦開始打你的這個程式碼的話 這個程式 寫這個程式的過程裡面 其實會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也有很多的這個bug 不好找 那麼因此呢 在你寫正式的這個程式之前 我會建議各位先嘗試著寫這個虛擬碼 sudo code 當然各位的這個程度到一個境界以後 那你是這時候我不反對 你直接打你的程式 不過呢 在你還沒有很熟悉這些結構化的這種觀念的時候 不妨先練習練習 盡量使用這一種sudo code 來寫你的程式 那麼所謂的sudo code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除了剛才所講的這個流程控制的地方 要使用這個if、else以及for或者是while 或者是dowhile 那其他的部分都不需要寫這個正式的程式語言 那你應該其他部分就使用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文字就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我們所寫出來的sudo code 比較容易看得懂 它一定是使用三種基本結構來呈現 所以它的流程不會有問題 而且它會比這個流程圖方便 sudo code出來以後 我們還可以使用excel試算表來追蹤測試這個虛擬碼是否正確 那所以這個是它很有用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使得我們應該要知道怎麼讀sudo code 或者怎麼寫sudo code 但是這裡我還是要聲明 這個sudo code 不代表說這一個完全取代這個流程圖 假如你的流程圖是一個很high level的流程圖 就一個簡單的基本的 這個四五個這個方塊或者三角的菱形之類的東西的話 那麼你還是可以在你的這個報告或者是這個文獻 你要投稿論文等等使用那一種流程圖可以 但是僅限於high level 那個很抽象層次的這一種流程圖才適合 那至於你這個跟你的 而且那個這樣的流程圖只適合用來表現給其他人看 然後容易溝通 因為流程圖在某一些方面還是有它的這個優點 但是如果你要去這個構想整個程式架構的話 那麼建議你就是使用虛擬碼 然後不要使用這個流程圖 因為我講過流程圖你很容易就會想要連到哪邊去 連到哪邊去 結果造成你的程式碼會非常的混亂 好 因此這個虛擬碼的這個使用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以前我們的這個數學課本有介紹的 叫做歐基里德的輾轉相處法 來求這個最大公因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你在課本裡面所看到的歐基里德的輾轉相處法 它可能是這樣寫的 就是說在整數的x跟y都不是0的情況之下 然後持續用比較大的數除以比較小的數 然後把除數跟餘數再給這個x跟y 然後最後的x就是原先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好 我相信各位看完這樣的敘述以後 其實還是不是很懂說 那要怎麼樣用這個方法來算這個最大公因數呢 還是不清楚對不對 所以這裡我建議各位當你要去解一個這個程式的問題 要寫一個程式做什麼事的時候 或者是你看到一個類似這樣一個描述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為什麼在文獻上面 它會把類似這樣的東西改寫成為虛擬碼 那是因為你的虛擬碼改寫成程式要方便很多 你如果光看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把它轉成是計算機程式 其實並不容易 好 那因此怎麼辦呢 好 告訴各位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那麼最好了解這樣一個概念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試算表來建立起一個scenario 然後根據這個scenario的這個進行 來了解這個剛才講的這些過程是什麼意思 好 然後當你這個利用試算表 把剛才的這個概念搞清楚以後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轉成是一個 例如這個圖左邊的這個虛擬碼的形式 好 我們先來看右邊這個excel這個圖 剛才的文字描述提到你有兩個正整數 x跟y 對不對 都不是0 好 那都不是0的時候 那麼我們要了解剛才那個乘次敘述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設一個scenario 設定一個spatial case 所以我可以假設x等於12 y等於7 這個就符合剛才的歐基里德法裡面 它的第一個x跟y都不是0的情況下 然後用較大的數除以較小的數 好 那因此我們這個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較大的數x除以最小的數y 所以12除以7 然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余數是5 對不對 好 余數是5 余數是5以後呢 我們看剛才的歐基里德這個方法告訴我們什麼事呢 他說除完以後把除數跟余數 assigns跟y 那因此我們就把除數5移到x 然後把余數5移過來這裡 好 那因此就變成這個x跟y 一個比較大的7和一個比較小的5 而這兩個都不是0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依照剛才這個文字的敘述的邏輯 我們拿7除以5 然後我們得到這個余數是2 那余數是2以後呢 那我們再來把除數移過來x 然後把余數2移過來y 接下去我們又使用一樣的方法 較大的5除以較小的2 那我們得到余數是1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把2移過來 然後1移過來 那這一次2除以1的結果是0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把除數移過來1 余數移過來這裡 那因為這兩個裡面 有一個已經不是正整數了 所以呢 這個歐基里德的這個方法就停 對不對 停了以後呢 這個除數呢 1就是它的這個最大公約數等於1 OK 好 那因此當我們使用類似這樣一個例子 然後這個使用Excel 然後用這個依照剛才他所講的方法 把它走完一遍以後 那我們就懂了這個剛才歐基里德方法的概念 那這種概念呢 我們下一步就把它轉成是虛擬碼 那虛擬碼的過程裡面 就剛才我們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左邊的這一個程式的敘述 在這個敘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呢 X是比較大的整數 然後Y是比較小的整數 然後他剛提到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停止的條件是什麼 是Y變成0 對不對 所以只要這個Y不等於0 好 所以你看我寫一個 while Y不等於0 那我們做什麼事呢 就把這個remender余數給算出來 余數算完以後 就把這個除數移到X 然後把余數移到Y 就是這樣做的事情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剛剛看到 在這裡反覆的進行對不對 好 進行到這個Y變成0的時候 就從這個回軒跳開 跳開以後呢 它的最大公因數 就等於是這個地方的這個Y 但是它現在已經移到X這邊來了 所以它就是這時候的X 了解嗎 好 那因此剛才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把它寫成了左邊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這就是所謂的虛擬碼 在這個虛擬碼裡面 你看到除了它使用while的這個流程以外 其他的部分你都是使用你方便的表示方法去表示就可以 而且是讓人家可以懂的就可以 好 那因此類似這樣的東西呢 就叫做虛擬碼 所以如果你看一些這個比較這個計算機科學方面的書籍跟文獻的時候 那麼它很多介紹所謂的演算法的概念的時候 那麼這些演算法就經常是使用類似這樣子的這個虛擬碼來呈現 那一般來說已經很少很少再有人用這個流程圖去秀這些事情 好 我再講一次就是 但是如果你要去這個告訴人家說 這個你的方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假如你可以在五個到九個之間的這個方塊 跟這個領形之類的東西就可以表現出來的話 那個時候你使用這個流程圖是方便的 OK 但是如果你要把你的方法講得很detail的話 那麼你就使用虛擬碼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剛才完成的這個虛擬碼 我們寫這個虛擬碼以後 那在這個階段我們還蠻容易去檢查它有沒有錯誤 那所以這個在這個階段你要找它有沒有錯誤呢 我們可以這個使用這個excel 使用excel然後這個依照剛才的這個步驟 然後你可以去找出來比方說1跟5它的最大供應數是等於1 然後12跟18它的最大供應數是6 你可以看到12跟18的我們在這裡用這個試算表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執行剛才我們所寫的這個虛擬碼 我們可以得到它的結果是6 就是它的這個最大供應數 那17跟13的話是等於1 所以經過這幾個這個試驗以後 那我們就對我們的虛擬碼相當有信心 於是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虛擬碼 轉成是這個C sharp的這個程式 那麼轉成這個程式以後 你可以發現它的步驟很單純 因為你使用的控制流程的這個結構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在寫C sharp程式的時候會方便很多 然後再來這個程式寫完以後 就建議你就用這幾個Case 或者叫做Cenarios 去檢查這些答案是否正確 我們也可以放在程式碼裡頭開頭的地方 然後使用這個Debug AdSert 去驗證它的結果是否正確 好 因此我們把剛才的虛擬碼轉變成為這個C sharp程式的時候 就變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地方呢 前頭我們需要有一個x一定要比y大 有這個條件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先寫一段這個敘述 來把這個如果是這個x比較小的時候呢 要把它跟y交換 好 不過這個東西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先假設你的這個資料是正確的 所以先照剛才的虛擬碼來寫 那就是這個 while y不等於0對不對 然後余數等於x除以y的余數 然後把y assign給x 然後把余數 assign給y對不對 好 你看這個步驟幾乎就是等於你剛才所寫的這個虛擬碼 對不對 所以你把一個虛擬碼翻譯成為這個C sharp程式 這個過程來說的話要容易得很多 所以這個比你畫流程圖是要更好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步驟完成以後 我們才來去處理 當我們的輸入的x跟y沒有依照我們所要求的 x比y大的情況輸入的時候 那我們在這裡要把它兩個交換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這裡所做的事情就是把x跟y交換 那在這個地方要注意的是 當你把x、y交換的時候 你不可以寫說x等於y、y等於x 這樣的交換是不成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寫x等於y、y等於x的話 就等於說把y的值 assign給x 再把x的值 assign成y 結果你會得到x跟y都是同一個值 都是原先的y的值 那因此你必須要加一個暫存的 暫時的這個變數 先把這個先前的x存起來 然後把y給他 再把這個原先的x給這個y 所以你這一步要給y的是 是要給先前的x的值 而不是assign過以後的x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仔細去想想看 基本上來說如果你要交換兩個變數的時候 你一定需要有一個中間的變數 那才有辦法把它換過來 所以這個要注意 那因此呢 這個各位回去可以做一個練習 那把底下的這個敘述 這一個轉成是一個這個虛擬碼 然後再把這個虛擬碼呢 這一個轉成是一個c小程式 可以試試看 這裡的這個方法叫做seep 就是那個篩檢的這個方法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數學家對植數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他們對於說什麼樣的數會是一個植數 哪有這個植數究竟是有限多個還是無窮多個 這些東西都很有興趣 那目前所知道的這個植數 還沒有辦法證明它是有限多個或是無窮多個 但是呢這個知道一個人所知道的很大的一個整數 植數是多少 那這些東西都是用電腦算出來的 而且呢 這些算植數的這些方法 經常有人應用在這個加密的這個計算裡頭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 這個 很多例是像比特幣它挖礦對不對 我當然不知道它的詳細運作的情況 可是如果它是使用這個計算這個植數來決定 這個你有沒有找到這個比特幣的話 還滿合理的 好 那因此呢 你有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去找到這個植數 那判斷某個數字的植數是滿重要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在這個密碼學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滿多就是利用數論裡面 這些關於植數的這些運算來做這個處理 好 那這個最古老的這個判斷植數 這個植數的方法就是這一個 好像也是歐基里德的篩法 那這篩法就是說 你先檢驗從2到x開根號的激數 一個一個檢查它是不是能夠整除x 如果都不能整除的話 x就是直數 否則就不是直數 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概念 想辦法用這一個sudo code寫出來 然後再把它轉成是這個c shelf程式 並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用一些基本的簡單的數字 例如2 然後3 然後5 然後7 然後10 13等等去做這個測試 那這樣的話保證你的演算法的正確性 所以關於這個程式的流程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簡單的做個回顧 我們提到了這個if還有if else 還有switch跟innovation的概念 那我們介紹了三種回圈 for回圈 while回圈 還有do while的回圈 另外我們還介紹了這個for loop裡面 常見的兩種錯誤 就是邊界值的錯誤 或者是加1、少1的錯誤 另外我們也提到 如果你的這個有好幾層的for loop 回圈的話 那麼這時候使用break跟continue 是使得這個程式碼 簡化的一個清楚的一個辦法 另外我們也提到無窮回圈的方式 就是for跟while true 另外我們也介紹了debug.result的方法 那我們也提到了這一個 這麼多這個程式流程之後 那麼如果你使用go to的話 那麼就容易造成這個sparkety code 那麼因此我建議我們使用 這個結構化的程式 就只使用基礎的這些流程控制 包括if else 還有包括這個回圈 這樣的話可以使你的程式簡化 那雖然如此 這個我還沒有講到說 怎麼樣能夠說 這個不用用好幾張紙在那邊畫 那個流程圖或者是寫這個俗羅寇 那這個部分要等到我們的 第六章函式的時候 再跟各位說明如何可以呢 這個不必要用好多張紙 來完成一個程式 我們提到過了虛擬碼的概念 那麼也提到這個使用虛擬碼的實驗 利用這個試算表去追蹤測試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我們這一節上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正列 正列這個概念 是這個最基礎的資料結構 所謂資料結構就是說 我們的一些變數 他們彼此之間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些回圈 來設定這些資料結構裡面內容的值 或者進行某些運算 所以這個正列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策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個正列這一章有十節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只會介紹第一節到第七節 然後這裡我們的第八節跟第九節 那不是很多同學都用得上的 所以我們把第八節、第九節略掉 然後上第十節這個for each 敘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正列的這個觀念 好 那最基本的這個正列呢 是這個意維的正列 那麼意維的正列的概念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概念 好 這樣的一個scenario 假定我們現在有某一種這個計算 它需要把開頭的一些值數都存起來以便應用 那麼於是假如以這個前五個這個值數來說的話 那麼它需要儲存的內容就是2、3、5、7、11等等 好 那因此如果說我們使用之前所介紹的c小語言來寫程式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寫1、2、3、4、5、5個敘述 來設定p1等於2、p2等於3、p3等於5、p4等於7、p5等於11等等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說這個我們需要這個取得 例如說第三個值數是多少 或者第四個值數是多少等等的時候 那我們就這個要去檢查所有的這個東西 然後去檢查說到第幾個時候它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說這裡的1、2、3、4、5 完全對於我們找出第幾個值數來講沒有用處 雖然理論上我們加了這個1、2、3、4、5以後 應該我們看就知道這是第三個值數、第四個值數對不對? 好 但是計算機不懂因為你這裡的這1、2、3、4、5 在它看來只是這個變數名稱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你沒有辦法從這個變數名稱裡面去取得它的這個index 也就是說它是第幾個這個概念 沒有辦法從這個簡單的這個變數名稱去看出來 所以我們的這個c效其實也就是從c以後 那我們其實這個4串裡面就有這個陣列了 好 不過我們現在使用的這些符號是從c語言裡面繼承下來 好 那因此我們在這個c效語言裡面 那我們就設定說這個我們可以把這一個這五個這個值數 我們把它依照這個順序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儲存的位置就設定成是1、2、3、4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所以index OK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從這裡很容易就可以比較這些index 或者是這個參照這個index 你立刻就可以取出這個你所要的這個值數 它第幾個值數就可以很容易抓出來 那因此這個也就是說我們把這些這個值數 我們把它依照順序排列儲存以後 那麼當我們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index這裡的這個處理 來取得這些有依照一定順序儲存的這些內容 所以例如說我們想寫一個把0到4的這一些 這個第一個到第五個的這個值數都寫出來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寫一個for for i 等於1到4 然後把這個i-1的index所對應的t把它取出來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寫出這個前五個這個值數的內容 2 3 5 7 11 這樣就可以寫出來 那你要注意的是說 這個c-sharp裡頭它的這個正列 那個index的開頭一定是0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 一定要是0 那這個所以它結束的時候 是這個你的總正列的元素個數-1 所以這裡一共五個元素 所以它的這個最大的index就是4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麼在計算機裡面 它是如何處理這一些正列的這些數值呢? 好 我們記得在這個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過這個計算機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的這個記憶系統可以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由我們的這個程式可以直接控制的 這個叫做stack 那麼另外一種是這個由計算機的作業系統控制 那麼程式需要的時候再去向作業系統要求分配 這一些不再有用的這個記憶區域還給這個作業系統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正列 那雖然說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你在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得告訴這個電腦說 你需要多大的一個空間來存放這一些記憶的內容 所以以剛才的這個直數的整數的儲存來說的話 那麼當你需要這個一開始希望這個計算機 可以提供這樣一個記憶空間的時候呢 那麼它這個我們設定這個p呢 它是一個整數的這個正列 那這個正列一開始裡面只有五個整數 所以就是int5 好 那各位看這裡有一個新的關鍵字出現 叫做new 那麼在我們的c-sharp裡面呢 你一看到這個new的話 就知道說這裡是這個程式碼希望作業系統 在heapspace裡面提供五個整數的變數空間區域 來給我們的這個p這一個矩陣 好 那因此我們在這個heapspace這邊 就有了p0到p4這樣儲存的這個內容 同時呢這個p0這個地方的地址 就會傳到stackspace裡面的p那個地方存起來 那因此這個時候它是一個參考的型別 那這個p呢會利用它所儲存的這個參考 然後連結到這個heapspace裡面 所儲存的這個五個整數的這個空間 來放這一些這個直數 好 那麼所以我們以剛才的這個五個直數的這個概念的話 那它的程式呢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首先我們設定一個這個整數的常數n它等於5 然後呢我們設定p呢它是要求產生一個這個integer的正列 所以它希望作業系統提供n個integer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new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空間的reference傳到這個p的這個stack 那邊的變數空間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接下來當你寫一個p0等於2的時候 那它就會從這個p這個reference去直接指到p0這裡 然後找到這個裡面的值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讓它的值等於2 所以等於是把2放進去這一塊空間裡面 好 所以依照同樣的道理 那麼這一個就是把3放到p裡面的第二個位置 那5是放在第三個位置 11是放到最後一個位置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當你這些擺好以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對這些index來進行處理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把5個這個值數都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只只要寫這樣一個簡單的for loop 然後讓這個控制變數i從0到小於n的範圍內 那我們可以一個一個的把這個裡面的內容都寫出來 好 那因此這一個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謂的這個譯為的這個政列呢 它其實就是要使用一個這個連串這個排列的空間來應用 好 那在這一種這個政列的這個應用裡面 最常常碰到的這個麻煩就是在執行你的程式的時候 它告訴你說所以在政列的界限以外 什麼意思呢 例如在這個地方for loop這裡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不是寫i小於n 而是i小於等於n的話 那麼你可以想見這個for loop 它最後一次執行的時候i是多少 i就是n對不對 那n現在是多少是5對不對 所以它就用到一個i等於5 那i等於5以後呢 這裡就是你要去抓這個p5這個位置的東西 可是你在前面這裡我們所分配的空間裡頭 它會依照你的這個開頭這裡的位置 還有你的index這兩個東西 它會計算出來說你的所要的pi那個位置 它的內容是多少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寫p5的時候呢 它會發現說你所要的是這一塊空間 可是這一塊空間呢 是你原先宣告這個p的時候所沒有要求的 那麼因此在這個時候 這個電腦就會通知你這個你發生了這一個 所以在政列界線外的這一種exception 或者說是錯誤例外的情況 好 那這種情形呢 因為你的程式是在compile階段 建置階段的話是不會去檢查這個事情的 那麼因此這一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說有沒有問題 因為程式run完那個建置以後是成功的建置的 那只有當你執行程式的時候才會發生問題 那發生問題以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警告 所以在政列界線之外 那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 那麼你就要注意看 這一個你到底是什麼地方沒有注意 這裡一定是通常我們上一節才講的 這個off by one或者是boundary value的這個l 那因此就是要去檢查這一個i是0的時候 還有這個地方它是不是有超過你所宣告的這一個範圍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仔細的讀程式碼是一種辦法 那或者是使用debolic.insert 就是你認為這裡應該是多少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怎麼會錯 所以你就寫一個debolic.insert進去 然後再跑 跑的時候如果又跑出這個問題來 那你就知道是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好 那當然出了錯以後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用偵錯器去追蹤 這個index i 的這個變化過程 那但是這個如果你的這個問題是發生在 這個很後面的這個index的話 那其實是有一點麻煩 好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呢 是你自己去把這一些毛病給抓出來 所以這個你可以使用try catch的這個概念 那這一種exceptive的概念呢 我們大概要等到第13章才會跟各位說明 不過在這裡我只是簡單的寫一下 你就可以曉得它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把我們所要檢查的這個程式碼前後 加上一個try加上一個try的這個大瓜糊 那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執行這個try裡面的這個內容 那在執行這一段內容裡面 任何地方發生問題的時候 它都會丟出一個exception 所以在try的底下 它會接住一個exception 如果它正常結束的話 就不會拋出exception 所以這一段就直接把它略掉 好 可是這個地方 你看i小於等於n對不對 所以當i等於n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exception 那麼這個exception的話 我們就利用這個catch把它抓到 那抓到以後 我們就把它這個exception的內容寫出來 讓我們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錯誤 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去抓這個exception的時候的這個方法 這個結果其實跟你讓程式自己跑的一樣 因為這個系統在跑的時候 它內部就會執行一個try catch的這樣一個工作 所以你看到的警訊就是這個exception裡面 這個警告的這個nail 跟你這樣寫得到的這個警告的訊息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正列的宣告 所以當你宣告這個正列使用這個nu的時候 那麼就是它會在這個heap space這裡 然後產生你所需要的這個變數的記憶空間 好 那可是我們看到剛才 我們為了要把這個p的內容設定為這個前五個直數 2 3 5 7 11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用p0等於2 p1等於3 p2等於5等等這樣一個人寫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還蠻這個不經濟的 那因此這個有另外兩種這個寫法 那麼可以讓你在宣告這個正列的時候 同時也把它的內容給設定進去 那因此以剛才的2 3 5 7 11為例的話 那麼你可以這樣寫 你就宣告一個正列 整數正列p 那它是要到這一個heap space裡面 nu一個五個整數的空間 然後在這五個整數的空間裡面填入2 3 5 7跟11 這是一個辦法 那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我乾脆省掉這一些nu 用int5這個東西 我直接使用這個大瓜糊 把這一個正列的內容寫進去 那麼這樣一來這個計算機 它自動會依照你後面所列的這些數字 然後決定弄一個多大的空間給你 然後擺進去這一些內容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不管你採用哪一種做法 像剛才用這個小於等於n的這一種方式 來這個寫的時候 那這個你這個n跟這個正列的個數這個東西呢 這個要在前面看到這個東西你才知道 這個n就代表的是正列的大小 那麼因此呢 這個在這個c小它很特別 在以前的一些這個程式語言 那個正列的大小跟這個正列理論所儲存的內容 是分開的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你要的這個去記得說 這個正列它的這個大小是哪一個變數 或者哪一個常數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在這個c小里頭呢 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這個處理方法 也就是說正列的這個名稱 那它裡面提供一個這一個變數 叫做length length 那所以你如果想知道p有幾個元素的時候 你使用這個p.length 就可以得到這個p的這個個數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這裡的p即使它有任何的這個改變 那你這個地方 永遠是把整個p的這個長度給射進去 所以你就可以不管這個p怎麼改 你這個for loop 都可以處理那麼多的這個正列的這個元素內容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比較先進的語言呢 也都提供了這樣的東西 那但是早期的語言的話 例如c語言 它就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c小還有這個java等等 就有這樣的一個方便 好 那接下來我再來看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一個利用這個正列 加入這個計算 並且儲存中間內容的一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呢 假設我們到銀行存錢 那如果說是使用複利來計算這個利息的話 那麼當我們的年利率給定以後 那麼幾年以後我們的本利盒會是多少 那這種東西呢 一般我們都是使用excel在那邊計算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要寫一個 這一種計算的這一些程式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使用這邊的一個方法來寫 好 例如說我們想知道 每一年的本利盒應該是多少 好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會這個prompt 這個使用者呢 輸入這個你一共要考慮多少年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使用intg32 然後把這個你的鍵盤輸入pars 成為這個intg的value 然後呢 我們把每一年的本利盒所形成的陣列呢 設定為m 那因此呢 我們設定好 因為本利盒它通常都是有小書點的 所以我們就設定它是一個double 然後一共有n個這一個元素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設定這個陣列 它是一個double的這個陣列 那接著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for loop 然後設定這個m陣列裡面的 這個每一個這個元素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個for loop 然後從第0年 然後一直到這個n-1年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它所計算的這一個那個本利盒 好 那本利盒的計算 假如你能夠知道它的這個利率是p的話 好 然後呢 第一年的這個本利盒呢 就是這個1加p的這個一次方 對不對 然後第二年呢 是1加p的平方 以此類推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把第一年的就是這個i加1 對不對 然後把它放在m0裡面 好 那因此這個結果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第一年到第n年的這個本利盒 都通通算出來 分別存放在這個di這個m的陣列元素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使用一個output 一個for loop的output呢 把這個每一年的本利盒呢都印出來 那我跟各位提到過這裡的大瓜壺0跟大瓜壺1 它分別代表的就是 你要用這個豆點後面的第一個這個東西 去替換這個0 大瓜壺0裡面的這個內容 然後要拿第二個內容呢 來替換這個大瓜壺1的內容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本利盒 好多年的n年的本利盒每一年的這個結果 好 所以這個呢各位同學可以這個嘗試一下 設定一個陣列 那只要處理三個同學的成績 然後把他的這個回軒把成績算出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剛才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裡的做法是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設定它是這個五個這個元素對不對 好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這裡 但是這個程式裡面 它是依照你所輸入的n值 決定這個m的變數的個數 好 各位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陣列是要放在heap space的這個原因 因為這一個你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n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這個計算機在跑的時候 它只好利用這個heap space的這個觀念 讓這一個你在跑這個程式需要多少空間的時候 再去跟這一個作業系統索取 然後產生這n個element的這個空間 OK 好 那這就是這個array的這一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它的這個陣列的這個大小 是可以在跑程式的時候才決定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動態 記憶空間配置的這種能力 在這個處理陣列的時候 那麼c小還有這個java之類都是這樣做的 那但是一些比較老的這個語言的話 那那個你就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在比較老的一些語言的話 那麼你這個n值呢 必須在這個你宣告的時候 它已經定好是哪一個常數 而且這個常數呢 在整個程式碼裡面是不能變動的 所以一些比較老的語言是這個樣子 那但是像c小它使用new這種做法的話 它就可以在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再依照你的這個臨時的這個需求來決定 這個在heap space那邊要放多少的空間給你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參考的一個部分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那一開始我們可能只處理三位同學對不對 好 那接著你現在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變成是這個run的時候 才決定說你有多少的學生 再去這個把他們的成績輸入 再顯示出來 好 那這個是一維正列的觀念 那有一維正列以後 那很多時候我們就要這個 在宣告這些正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希望能夠在這些正列裡面 填入這個我們需要這個產生的這些數字 那麼這些數值呢 這個有些時候是可以用這個有調理的方式去放進去的 那有時候很難 那容易的時候例如呢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正列的這個 這個DI的正列呢 設定成是2乘以I 那這樣的話你得到的就是都是偶數的這個內容對不對 好 可是有些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那個我們可能呢 這個放進去的這個數值呢 我們希望它是這個隨機放進去的 隨機放進去的 因為在我們這個很多的這個應用 那包括說這個實驗的這個設計 或者是這個遊戲的這個設定 開始的設定等等 那我們都需要一個這個隨機決定的這個數字來產生 然後放在這個我們的這個正列裡面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以這個實驗設計來說的話 我記得我這個國中的時候 跟一個老師做這個科展 那那個我們只做一些事情 就是去量那些什麼那個生長荷爾蒙 對於這個植物生長的影響 但是我只是照著老師的這個意思這樣排來排去 可是我們得到的數字我就看到很奇怪 我這個老師會拿一本那個都是數字的這個書 然後在那邊弄來弄去 算來算去這個樣子 那我後來知道說這個東西叫做亂數表 在以前沒有電腦的時候 那個如果你做這個實驗 你希望它客觀的話 很多東西必須是隨機亂數決定 而不能夠說這個採用內在秩序的方法去決定它 那因此怎麼樣產生一個隨機數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問題 好 那因此怎麼樣去產生一個隨機數呢 那麼通常那個亂數的這個產生 那麼在目前的數學來說的話 那他們所用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希望的是一個這個均勻分佈的這個亂數的話 通常它就是使用一個很大的這個整數去除 然後得到它的餘數 然後讓這個餘數設定為它的這個亂數 那因為這個數學上好像是 一般是認為說這個除法的餘數它的分佈是均勻的 所以例如說你用這個某數除以7的話 那它的結果是0123456 那這7個數字是出現的機會 他們認為應該是差不多的一樣 那就是均勻分佈的這個亂數 那麼所以在這個以前 他們就發展一個這個整數表 亂數表 那個一個很大的一本厚厚的一本書 那一開始你只要得到這些亂數怎麼辦呢? 就你隨便把書翻開到哪一頁 然後手指頭一點好 就從這一點開始 然後從那一點開始以後 那邊往下數多少個數字 就都是亂數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在現在的話 有這個計算機以後 那這個很多的數學家 就發展了各式各樣的這個亂數產生的這個方法 好 那但是這些細節我們可以不用去了解 但是你要了解的觀念是這個亂數的種子跟亂數的數列 那所以這個觀念就對應到這個亂數表的概念 我們可能在這個亂數表那邊 隨便找一個地方開始 然後從那邊開始 一個幾個數字 那就是一個均勻分佈的這個隨機數構成一個數列 好 那因此這也表示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亂數的這個隨機數的這個數列 其實並不是真正的隨機 因為只要開頭的亂數種子一樣的話 那麼它後面所跟隨的亂數是一模一樣的 那因此這一個怎麼樣讓它會變亂掉 也是一個滿有趣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 那我們就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這樣一個例子是概念是這樣子的 你看我們現在假定要選取1萬個數字 從1到1萬 那這一萬個數字呢 我們使用這個隨機數產生 然後我們要檢驗說這1000個這個隨機數 它是不是真的這個平均分配 好 那這怎麼做呢?我來看一下 第一個你要先設定一個亂數的種子 所以這裡我們設定它的亂數種子是123 好 那因此就代表說 你可能是在這一個亂數表裡面 隨便點到的一個數字就是123 那這123後面所產生出來的這一些數字 表上所列的數字 就都是這個隨機產生的亂數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我們拿這個seed進去 你看 new random seed 那你會可以得到一個亂數產生器叫做rand 那這個就是一個一種物件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介紹 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你只要記得說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亂數產生器就可以了 這個亂數產生器呢 我們估算一下 它如果說是分成10個的話 那這些亂數裡面 它們除以10的余數 是不是真的這個平均的均勻的分配 好 因此我們最後這邊就是要計算 隨機產生1000個數字 那這一千個數字呢 每一個數字除以10 把它的余數找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這個正列裡面去 把它的個數加1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設立一個這個正列叫做count 這個count裡面呢 它這個從0到9 所以代表就是說 余數是0的有多少個 然後余數是1的有多少個 余數是2的有多少個等等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0到9 那個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我們要計算它們各有多少個 對不對 就把這個count的這個正列設定 每一個都設定成0 這樣你才可以累加它的出現的個數 好 那因此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這個找1000個亂數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叫做rand.next 那這個rand.next它的意思 就是我前面所講的 你找到亂數表裡面的某一個數以後 然後往下數第一個數 第二個數 第三個數 第四個數 在這裡的話 就是從123所決定的一個亂數開始 然後選1000個數字進來 選1000個數字進來 那這一千個數字呢 進來以後 那每一個都求它除以10的余數是多少 然後這個余數呢 就把它對應的這個余數的計數器 把它加1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的余數是3的話 好 那這邊就把它 count 3加1 代表說出現了一個這個3的 余數是3的這個段數 這個情形 好 那因此這種方法 你就可以去驗證 我們剛剛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這一個用求余數的話 它一般來說是相當均勻的 那因此你可以計算它的機率 你只要把這個k 把這個每一個count的結果 都除以這個1000的話 個數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余數是多少的機率 是多少 這個樣的情形 你實際去跑的時候 那通常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分布沒有真的那麼均勻 沒有那麼均勻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這時候應當增加你的這個random number的個數 所以我們可能把它改成是這個1萬 或者是10萬 然後我看一看 當這個n增加的時候 那麼你的這個0到9 它每一個余數出現的機率 它會漸漸的拉平 會漸漸的拉平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使用random number 來產生這個數字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們這裡看到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還是有點問題 對不對 因為這代表說 這個你玩什麼遊戲的時候 開頭的時候 都是一模一樣的這個結果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分配 其實對於這個某些情況來說是不好的 那麼因此 這個我們有沒有一個辦法 讓你每一次這個 要打開你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麼它的這個產生的亂數都不一樣 才是真的我們覺得說是隨機產生的 那那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這一行的寫法 也就是說你不給它這個seed 你使用它的這個default的這個產生的seed 那麼如果你不給它這個seed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計算機 它會自動的利用這個當下的這個時間 而這個時間可能是以毫秒計算的 用這個當下的這個時間 還有這個你所使用的電腦的網路卡的這個卡號 組合起來以後呢 產生一個這個seed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你在不同的電腦 不同的時間執行的時候 那麼可以保證它們產生的這個亂數的這個數列 就不會一樣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辦法 但是你如果在發展程式的過程裡面 一開始還是不要用這一種真正random的方法 你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固定你的seed 使得說它每一次跑的結果都一樣 那確認沒問題以後 你要release它的時候 你才使用這一種這個真正random的這個過程 這樣比較好 因為這個如果什麼東西都random的時候 你的debug是非常困難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debug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讓這個錯誤的情況能夠再現 能夠重新出現 那因此這個重新出現 你才能找到它的bug 對不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平行處理的這個程式很難debug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次跑的時候 它的這個直行序的分配都不一樣 所以產生的錯誤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在使用亂數的時候 如果你不節制的話 那你在debug的時候也沒辦法 因為它每一次跑結果都不相同 那你只要找它的錯誤就很困難 那因此在debug的階段 建議你使用這個特定的這個種子 那只有在這個你覺得程式OK以後 你才使用這個真正random的這種做法 所以這裡是另外一個練習 就是剛才那個問題 但是你可能就是把它的這個 用一萬個這個亂數產生出來 然後用count的結果 然後來畫這些圖 那這個count這邊呢 每一個要畫多少星星呢 就把你得到的這個count的數目 然後除以50 然後每一個星號代表50次 所以這個比方說0這邊的話 就50、100 然後這個150、200這樣過去 你就可以知道說1萬次的時候 那0是那麼多個 1是那麼多個這樣排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彷彿是一個長條圖對不對 那這個長條圖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拉平的 所以你可以曉得說 這個1萬個亂數的時候 你取它對於10的這個 最後一位數字出現的這個機率 基本上是滿均勻的 滿均勻的 那但是你如果要更均勻的話 當然就要用更大的數字來做這個實驗 那因為這就是這個牽涉到 這個機率裡面的 這個大數法則等等的概念 所以那個你就先用這個練習一下 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那麼有這個亂數產生器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一維陣列 加上這個亂數產生器來設計一些這個遊戲 好 那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這個遊戲 猜數字遊戲 在很多年以前 它是在這個市面上有賣的 叫Mastermind的那一種這個遊戲 那這種遊戲的話 就是你跟這個對手互相猜 他們所設定的這一些密碼 四位數是多少 那這個每一次你猜的時候 這一個對手就要告訴你說 你猜的數字裡面 有幾個數 是跟我裡面存放的數字是一樣的 那有幾個數呢 它數值跟位置都一樣 我這裡所講的規則 那個是為了我方便這個介紹 這個我們的這些觀念所設定的這個遊戲 那麼實際上你去買到的真正的這種 Mastermind之類的這個遊戲 它的規則可能跟我這邊寫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不在話下 但是我們用這一個我這裡所設定的這種規則 來考慮我們的這個問題 好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也示範怎麼樣利用虛擬碼的這個概念 來設計這一個遊戲的這個程式碼 好 那這個也是這個遊戲的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電腦先隨機產生一個 每一個數都不一樣的四位數做明底 所以這就好像你跟另外一個人在玩的時候 那每一個人他先把他的密碼給設定好 你也把你的密碼給設定好 好 那一般來說的話 那個為了簡化問題 我們假定這四個位數都有可能是0 所以千位數也可以是0 那這裡我做了很多這個簡化問題的假設 那實際的這個遊戲可能不如不是這樣 好 那接著呢 這一個電腦的使用者拆一個四位數 拆一個四位數 那這個四位數呢 電腦就拿去跟他的這個謎底做這個比較 那比較的時候他要提供這個訊息 那假定他所拆的四個位數裡面 有m個數字 那這個不管他的位置 但是在謎底裡面有出現 四個位數裡面又有n個數 他的數值跟位置都一樣 那這個時候電腦就通知使用者是namb 這樣的一個訊息 然後看這個使用者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次才能夠這個猜中他的這個所設的這個謎底 那使用者呢 這個每一次得到一個namb的訊息以後 他就再猜下一次所猜的這個數字 好 那麼這樣一個概念呢 這個還是要用一個範例來說明才會比較清楚 所以例如說這個謎底是這個0567 好 那假如說這個使用者他第一次猜的數字 是這個5566 那因此呢 這個5566的話 那個我們來電腦就拿來跟他的謎底做比較 那這裡面呢 這個55跟66呢 這四個數字全部都有在謎底裡面出現 所以我們設他的m等於4 就是那個就是4b 好 那再來這裡 這裡這個5跟這個6呢 他不但是數字一樣 位置也一樣 所以有兩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n就等於2 所以這個電腦就告訴這個使用者說 你剛剛猜的這個5566呢 2a4b 那2a4b的話 4b的話就表示這5跟6一定有在你的 這一個所猜的數字裡面對不對 好 那這個5跟6呢 有兩個數字是對的 有兩個數字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因此你就可以去猜測說 這一個 這裡面5跟6呢 是這個5這個6 還是這個其他東西 還是這個其他東西 這個5這個6等等 你就要去這個推想一下 然後看一看用什麼樣的策略 來猜下一個這個數字應該是多少 好 所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讓電腦 來跟這個人類玩這個猜數字的這個遊戲 好 那這裡我們就來 剛才這個觀念呢 我們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要先把它轉成是一個虛擬碼 把它轉成虛擬碼以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虛擬碼再把它翻譯 成為這個C小的這個程式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好 各位注意看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觀點 雖然我們到第七章 才會更仔細的說明 也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寫這個虛擬碼的時候 你要記住就是說 你能夠最好把你的這裡用一張頭影片 就可以把你的整個流程寫清楚 那一張頭影片流程大概幾行呢 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差不多是十行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個 但因為你現在只有十行左右可以寫 所以你在這一個虛擬碼裡面 你就不可以寫太複雜的內容 了解嗎 所以這個你就要寫那一些 這一個 你用這文字去說明嘛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所以例如說 這個它的過程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所以第一個是用亂數產生這個四位數 然後這個四個位數呢 就假設是xd0到xd3 所以xd0就是0123456789 那xd3也是0123456789等等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就是 這一個讓使用者去輸入這個拆的四位數 就是y對不對 好 那這個y呢 這個我們就把這個四位數拆解成四個數字 然後來跟這個xd0到xd3做比較 然後我們決定應該寫出多少namb 好 各位注意看喔 這個決定並且輸出namb 一定是很複雜的過程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階段裡面 你不需要知道那麼detail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直接寫說 決定並且輸出namb 至於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再進一步的去思考 那在這一個一開始的這個層次 最high level 最高階的這個層次裡面 我們不需要去說這裡面該怎麼做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觀念喔 那你千萬不要說 一開始的時候就栽進去這些細節裡頭 而是應該用我剛剛講的這個原則 在一張頭影片裡面 大約10行左右把你的過程寫出來 那這10行左右的過程裡面 你自然不可以寫得太詳細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用這個虛擬碼 比用這個流程圖好一點點的地方 因為你用流程圖的時候 你很可能就栽進去那個細節裡頭 那當然你也可以依照這個不同的層次 來畫這個不同層次的這個流程圖 當然也可以 所以像這個東西也可以轉成流程圖 當然可以 但是這個我們提到過 虛擬碼你使用這個基本的這些structure 那你等一下把它翻譯成C-Sharp語言的時候 要容易得多 所以這是這樣一個觀念 好 那因此這個使用者猜這個四位數以後 那決定是NA還是MB 那NNMB以後如果說 因為我們一定要這個回圈要有那個出來的這個條件 對不對 那這個出來的條件 應該在這個level就要寫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設定說 檢查一下這個N值是不是等於4 如果N等於4的時候 就表示它所猜的數字四個都對 而且都在同相同的位置上面 那於是我們就輸出這個猜對的這個訊息 並且從這個都外回圈跳出來 那否則的話 這個就表示說N不等於4的時候 就代表說沒猜到對不對 沒猜到的時候你就要看說 它現在是第幾次猜 那這個猜測的次數 是不是已經達到電腦一開始所設定的上限 所以當它次數超過這個上限以後 我們也不用繼續猜了 那只要把它的謎底跟你拆了幾次 繡出來就可以 好 那因此這樣做 就把這整個這個猜數字遊戲 它的這個流程的這個架構把它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這個架構以後 接下來我們再來根據這個架構裡面 它的這個所寫的步驟裡頭 哪一些是比較複雜的 在這裡沒有辦法完全詳述的這些部分 我們再根據這個敘述去探討說 我再寫一次虛擬碼來達成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你一開始使用一個比較gen 比較大的這個比較大顆粒的這種表示方法 去寫你的這個程式的虛擬碼 然後你在這個虛擬碼完了以後 你再依照這些虛擬碼裡面 那個比較需要進一步的思考的部分 再去另外用虛擬碼 再去寫這個下一個部分 所以例如說 剛才我們的這個NAMB的這個決定 是最複雜的這個部分對不對 好 那因此怎麼去決定NAMB呢? 那我們就使用這樣的虛擬碼來完成它 好 那因為這個要花一點時間講 那如果你基本上看到 就是決定NAMB就是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然後你再回到前面 看還有什麼東西是比較難完成的 那當你所寫的虛擬碼 已經跟這個程式碼很像很像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就夠了 這個就可以直接翻譯成這個虛擬碼 不用再繼續分解下去 OK? 好 所以用這一種方式 從這個high level的這種架構 逐步的把它細分到這一個可以跟這個虛擬 直接就可以寫翻譯出來的這個程度為止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開發我們的程式 那這個跟我們第七章要介紹的概念是很相似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沒吧 我們特別有真相似 in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